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跌了3.5% 如此一来 澳洲股市在两周时间从7230点的高度下跌至 在上周五收盘是6440点 跌幅接近于800个点 折合比例约为11% 美国股市也是在上周五相比于澳洲和中国以及欧洲来说要好很多了 上证指数和深圳分别是下跌3.5%和4% 英法德意大利同样也是跌幅非常之多 3.5%到4.5%之间 所以说相比于这些跌了3%以上的国家 美股在上周五已经表现不错 道琼斯指数虽然下跌 跌幅约为1% 纳斯达克指数成功的翻盘轻微的上涨 最终标普大盘指数是下跌0.7% 在股市以外地区 虽然我们看到股市是暴跌 但是黄金价格却意外的同样也出现了下跌 而且跌幅非常大 达到了80美元 正常来说 黄金和股市走势是相反的 一般股市暴跌 黄金会大涨 而黄金大跌 背景通常是因为避险的需求下降 导致股市上涨 所以说股市和黄金同样出现大跌 这个情况是非常不正常 因此在本周我们预计 这两者之间必定会有一个会出现大涨 或者是强劲反弹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首先来说了一下就是上周的连续大跌 那么在这样连续大跌的背景之下 我们的投资者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打算 或者是安排 或者说在这跌了10%之后 本周会不会出现反弹 刚才我们说到 其实在上个星期下相比之下 A股还好一点 只有星期五是大跌 那么相比去澳洲美国 周一到周四都是出现大跌 那么在这样连续下跌之下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也出现过几次 大家是否还记得15年底到16年初 中国股市在16年的新年第一周 连续出现两次熔断 最终导致中国的证监会主席下台 包括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其实在1516年初也跌过超过10% 在18年和19年的时候 也是在年底到年初又跌过12% 所以说这一次的回调超过10% 在过去五年中已经是第三次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它一定就能和前两次一样出现反弹 但是包括这次一样 连续下跌10%的核心 就是来看股市或者说全球的经济 会不会因为这次疫情而真正是陷入了金融危机 其实我们知道刚才在上周我也说到 在全球100年人类历史中 没有出现过一次金融危机是由病情引发的 但这次从现在情况来看 即便是金融危机不会引发 但是全球性的经济下滑 肯定会是因为这个疫情所导致的 换句话说 比如中国第一季度现在GDP报废了 那么全年增长很有可能将会从原来预计的6% 降低到5%甚至于低于5% 澳洲股市澳洲的经济也是一样 原本可能是预计在1%到2%之间 这一次受到病情的拖累 很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美国和欧洲也同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金融危机呢 就是突然出现一个事 打得大家是措手不及 在短期内迅速引发连锁的反应 而是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情况 信用的以及现金的短缺 但是在这一次的病情中 我们知道虽然它是在扩散 是在蔓延 但是全球的政府也好 央行也好 其实是有时间做出应对的 那么危机其实就是突然发生 大家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那么通常在准备好之后 就像天气一样 可能不会发生暴雨或者是打雷 但是它会连续阴雨天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大疫情呢 全世界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虽然它会拖累经济 但是它我判断它不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正是因为呢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 这个时候呢 通常就发生意外的可能就比较少 但是还是那句话 股市的下跌或者增长反弹 现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靠央行和政府的政策性救市 换句话说 比如说像明天下午澳洲时间两点半 是澳洲央行召开澳元利率会议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会讨论 要不要减息 要不要提前降息 或者说公布一些利好的消息和政策 来帮助澳洲股市 美联储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呢 世界各国的财政部也好 央行也好 如果都出来讲话 如果都是各自确认 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经济 那么在这种利好的帮助之下呢 很有可能股市就会发生反弹 就像这个一边是好消息 一边是坏消息一样 如果好消息的重要程度和密集度 超过了坏消息 那么股市呢 却反而还能够连续出现反弹 以及回升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这次的疫情短时间内估计呢 是搞不定 因为虽然即使是中国搞定了 但是像欧洲和美国 由于他们的这个人员流动性和自由程度呢 比较大 因此呢 不太容易像中国一样 出现连续的封城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很难绝对化的 把这个传染源控制住 因此很大程度上 需要到天热了之后 北半球进入夏天 五六月份 估计能够控制住 但是 我的观点还是这样 就是这一次的疫情 它不会像 这个 08年金融危机一样 一夜之间银行倒闭 它虽然在发展 但是它每天 在缓慢的增加 或者是快速的增加人数 但 这都留给了政府和央行 足够的时间 来出台政策性利好 帮助救市 每一次的金融危机 都是由一个意外和偶然 所引发的 这一次的疫情 虽然爆发的速度很快 但是 它依然不像是 一夜之间能够让银行倒闭的 那种事件一样 让人打得措手不及 即便是它每天增加 几百例上千例 但是 各国的政府 依然是有时间 有空余 能够制定政策 来挽救经济 所以正是基于了 这么一个判断 我觉得金融危机 不会来 但是经济拖累是肯定的 那后续就要看各个国家出台的救市政策 帮助政策和经济政策 如果这些政策到位 即便是短期内 把房地产的泡沫吹大 但是为了挽救经济 也是值得的 那么另外一种 我提醒大家一下的 就是我们常言到 在金融市场里面 这个别人贪婪 我恐惧 别人最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这个通常是赢家 或者说我们叫做这个胜利者的一种心理状态 当全世界都觉得股市恐惧的时候 往往这个时候 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它是最好 最便宜的价格 当然作为我们散户 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足够的弹药 去提前猜测 那我们要做的很多时候 就是跟随趋势 当反弹真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在后面喝点汤 就算吃不到肉 喝点汤也行 另外我也想跟大家说 黄金价格在上周五突然出现了80美元的暴跌 但是同样股市依然是在下跌的 两者同样出现大跌 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因此在本周 我个人觉得黄金价格将会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 因此我们在本周重点关注的 如果股市继续跌 那我们就可以把重心放在 一做空指数来对冲我们的股票 二就是依然看好黄金 增加避险需求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